2008 不确定的开始 天地虽宽 这条路却难走 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 我还有多少爱 我还有多少累 要苍天知道 我不认输 汶川大地震正在割去 感恩的心 一路高涨的房价是否走到了一个下跌的拐点 2008年一月底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柴靖 采访房地产界的三位明星企业家 王石、任志强和潘石屹 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一个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 各大城市房价又上演了一波脱江暴涨的行情 全国土地开发面积只增长了1% 而完成的房地产开发 投资额则达到2.5万亿元 增长30% 在大量资金的涌入下 房价一路上涨 深圳住宅价格同比上涨51% 北京为45% 金、鱼、户三地的同比涨幅也都超过了15% 在民怨沸腾之下 中央政府开始了严厉的宏观调控 到下半年 一些中心城市陷入油价无视的僵局 业界恐慌开始蔓延 王石是拐点论的提出者 在他看来 现在的房价已经让他心惊肉跳 不再具有继续上涨的理性空间 有一次在长沙做活动 一个小女孩让王石帮他参谋是否要购房 她问 你准备结婚吗 女孩说没有 但是担心三四年之后就买不起房子了 王石脱口而出 如果三四年之后你买不起了 那是市场的问题 又有一次 王石在深圳参加地产论坛 他在台上足足用了40分钟分析眼下的形式 劝大家不要抱幻想 末了 一位老板站起来说 王总啊 我求求你 你能不能在公开场合说 房地产走势 就要开始上升 王石的悲观态度 对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同时也形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 当柴静问到任志强的时候 他不同意王石的判断 这位地产界的人大炮认为 从长远看 持续上涨是趋势 至于是今天反弹还是明天反弹 则需要看宏观政策 他甚至认为房价涨得还不够快 1978年全国平均月工资28.6元 到现在增加了100倍 二分钱一颗的大白菜 现在卖两元钱 也增加了100倍 而房价只增加了16.6倍 当问到潘石屹的时候 他显得坐立不安 被逼得极了 他索性站起来说 您老追问我 我都不知道说到哪了 我去找水喝 正在路上的2008年 从一开始就散发出这种不确定的气息 同时充满了对峙和相互矛盾的焦虑 一方面 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高速成长之后 中国变得空前自信 即将在8月8日举办的北京奥运会 被认定是悬使大国崛起的标志性时刻 另一方面 全球经济 特别是美国经济 似乎正在发生一些让人不安的变化 2007年2月 汇丰银行宣布 北美住房抵押贷款业务遭受巨额损失 减击108亿美元相关资产 次贷危机由此拉开序幕 4月 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 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随后30余家次贷公司陆续停业 当年8月 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 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倒闭 随后花旗 美林证券摩根大通 瑞银等相继爆出巨额亏损 2008年3月中旬 贝尔斯登因流动性不足和资产损失 被摩根大通收购 投资者的恐惧情绪向一锅热水突然逼近废点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中国的决策层及经济界 一直以观影团的姿态 观望华尔街正在上演的这出崩盘大戏 次贷危机被认为是美国的危机 是流动性过剩长的货 如果中国要从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 也是应当警惕通货膨胀 在全国两会的记者见面会上 温家宝总理很明确地表示 我们在确定今年的经济政策时 第一个防止就是要防止经济增长 由偏快转为过热 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 找出一个平衡点 这一决策思路投射到具体的经济政策上 便是放出两个大招 首先是勒紧货币投放的绳子 从1月25日到5月20日 央行连续四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银行的准备金率达到16.5%的历史高位 其次便是在产业经济层面 抑制股市和楼市的投机泡沫 上证宗旨 从上一年10月16日的6124点开始 掉头下跌 这被认为是去泡沫化的过程 而在房地产市场上 很多大佬都认为顶点已达无可作为 王石的拐点论便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提出的 从4月开始 万科在杭州率先降价促销销 进而在全国30多个城市推广 这引起了以购房者的愤怒 一些楼盘的预售处遭围堵 甚至被砸烂 警察来了 却只站在一旁 在南京 上海等城市 政府派出调查组进驻万科查税 查账 到2008年9月与2007年11月比较 万科的股价跌去88% 保利地产跌去75% 碧桂园跌去87% 中海发展跌去70% 可谓惨不忍睹 从今年1月1日起 北京市公安局将不再给金字轿车 上黑色牌照了 这个通知的背后 意味着一向重大的经济政策的悄然转变 黑底白字白矿的黑色车牌 是一种特权的象征 凡是注册为中外合资 包括港澳的企业 都有资格以免税的方式 进口一辆轿车 而在日常通行中 又可以享受种种非常优待 在很长时间里 它是身份的代表 也是国家给予外资企业 超国民待遇的标志 随着北京市的新规定 各地也相继取消了黑色牌照政策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为反映公平竞争的市场呼声 颁布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 规定内 外资企业税率分别由现在的33% 15%统一为25% 路透社在一则消息中评论说 中国试图打破内外资税收不公平的规则 意味着这个最激进的外资引进国 正逐步终结国际资本的超国民待遇 自1992年起 中国已连续16年 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 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 有480多家在中国落户 注册外商投资企业28万家 大规模的外资引进 一方面补充了国内资金的不足 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 另一方面 也造成某些领域被外资控制或垄断的景象 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22个领域里 外资已占据了70%以上的绝对控制 如东南沿海一线城市的大卖场业态 已经被外资占领了90% 在医药领域 一些外资企业 在定价方面 不受政策性限价的限制 同样疗效的药品价格远远超出国内企业 按照中国药点标准进行生产 同样的药 外资企业生产的却比国产的贵十几倍 据不完全统计 外资药平均价格相当于国产药的1311% 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取消 是一项悄然而有序进行的工作 到两年后的2010年12月1日 中国宣布 对外企正式征收城市建设维护费和教育附加费 这意味着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统一了税制 在这一年 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 是劳动合同法的全面实行 根据新的法律 所有企业主雇用员工必须签署劳动合同 而一旦解雇 则必须给予员工补偿 这个法案被一些媒体视为良心法案 在此之前 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只有7.3% 六年后 这个数字达到了21.9% 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例 从4.1%降至2014年的0.8% 农民工工商保险参保率 从3.5%提升到26.2% 不过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 这项法案将导致中国制造最核心的优势 劳动力成本优势从此丧失殆尽 2月13日 经济学家张武昌在博客中称 政府立法力 左右合约 有意或无意间增加了劳资双方的敌对 从而增加交易费用 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可以大的惊人 张武昌写这篇博客的时候 正在广东东莞做调研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 他一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关注中国经济的演变 他不太相信别人提供的数据 包括产值 货运料乃至用电量 每到一地 他最喜欢问的两个数据 是厂房租金和生产线工人的工资 在他看来 这是最无法伪造的真实数据 在东莞 他看到了两个令他担忧的景象 一些企业主正打算把工厂 签到劳工价格更低的东南亚国家 例如越南 印尼等 在未来几年 工厂南签是一个似乎很难阻挡的趋势了 而同时 外贸订单突然发生了断崖式的下滑 在这一年 东莞外贸增速大幅下滑20.7个百分点 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如果说 发生在房地产行业的闹剧 是银根紧缩造成的心理恐惧 那么出现在外贸领域的险象 则是美国次贷危机扩散 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兆 支撑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600万家外贸企业 对正在发生的突变毫无准备 张武昌在东莞看到的事实 很快像瘟疫一样传遍东南沿海 4月底 在浙江泰州地区 一位被称为国宝的缝纫及企业主 提出了破产申请 秋季宝的飞跃集团创办于1986年 是全球最大的缝纫机专业厂商 曾被评为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品牌 竟争力50强的第一名 2000年 朱镕基总理在杭州听取他的报告后 很赞赏地说 你秋季宝是个宝贝 是国宝 三年后 朱镕基更是亲赴泰州工厂考察 再次称赞飞跃是世界名牌 在过去的几年里 飞跃一直处在高速扩张的通道里 秋季宝在美国的迈阿密 洛杉矶以及欧洲等地成立了18家分公司 秋季宝 2008年受次贷危机影响 中国纺织业出口萎缩 飞跃的海外订单大幅减少 1月至4月的出口总额同比下跌44% 同时 飞跃欠银行贷款约18亿元 陷入停贷逼债的绝境 秋季宝向政府提出破产申请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 他用四个字形容自己当下的境地 焦头烂额 飞跃所在的泰州市 是最大的缝制设备制造和出口基地 生产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缝纫机 年工业产值230亿元 当地有各种缝纫机 其他服装机械及零配件生产企业界200家 小家庭作坊超过1000家 仅为飞跃供应零配件的企业就有几百家 飞跃之难顿时有蔓延之势 飞跃危机曝光后 围绕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拯救 云论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认为应该遵循市场规律 让市场决定飞跃的生死 第一财经日报在一篇题为让他破产吧 请不要担心的评论中称 飞跃集团系秋季宝的私营企业 他享有破产的权利 同样也由他来承担责任 政府应该清楚 进入私营企业的运营和重组 可能面临的风险 除了道德风险 一旦政府资金介入 没人能够保证这家企业不会越陷越深 多年来政府想方设法挽救龙头企业 这剥夺了其他公司获取廉价资产的权利 也有人认为飞越飞就不可 秋季宝的倒调可能引发连锁效应 台州工业可能整体崩盘 同时失业潮可能诱发严重的社会并发症 双方畸变的纷争态势 与几个月后 华尔街关于雷曼兄弟的争论非常类似 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式的 秋季宝要求破产的申请被当地政府驳回 5月浙江省经委牵头紧急召开债权银行会议 要求各家银行维持现状 不要切断飞越的资金链 一切都不要变 同时 台州市政府派员进驻飞越 全面接管飞越的账目 在整个2008年 飞越事件仅仅是长三角外贸危机的一个缩影 8月 全球最大的纺织工业集散地 曾经在全国百强县中 排名第八的绍兴县风波抖起 四家大型工厂 金雄京坊 华联三星石化 江龙控股以及五环安伦相继停产 涉及各类负债146亿元 其中银行类负债113亿元 引发了当地纺织业和银行业的地震 始创于2003年的华联三星 是国内最大的PTA 经对本二甲酸生产商 也是绍兴首家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的企业 全球PTA产能从20 华联三星资金链断裂 宣布停产 根据企业上报的资料 它的银行贷款及相关联保企业的 涉及资金高达105亿元 进攻行绍兴分行的贷款就超过20亿元 在毗邻的江苏省 多米诺骨牌式的倒闭歇业事件也正在发生 10月8日 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国金属突然停牌 其下属的主力工厂 位于长熟工业园区的柯虹材料宣告倒闭 给当地20余家商业银行 留下了52亿元的财务黑洞 受能源价格上涨和下游销量受限影响 中国最大的化鲜原料基地 苏州市盛泽镇有三分之一的制造厂停产 苏州家房产能削减三成 利润率下降一半 7月 温家宝总理南下到江苏无锡国民一场视察 在小型座谈会上 总理问董事长李光明 你讲讲纺织工业怎么了 出现了什么问题 李光明是一个老纺织 他说 总理 你让我讲真话还是让我讲假话 总理说 当然讲真话 怎么能讲假话 李光明说 现在的纺织行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 一位现场与会的部长后来回忆说 我们当时一听都一阵 改革开放三十年形势大好 你怎么说最困难 李光明 细数从2007年年底出现的国际经济低迷景象 他说 我们无锡国民一场是全国纺织行业的排头兵 我现在都是这么个状况 整个行业可想而知了 同样感受到外贸含义的 还有从事平台生意的阿里巴巴 在7月的一份内部邮件中 马云用严峻的口吻写道 经济将会出现较大的问题 未来几年 经济可能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 我的看法是 整个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接下来的冬天会比大家想象的更长 更寒冷 更复杂 我们准备过冬吧 就在马云写这份邮件时 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的股价已经从最高市的40港元 惨跌至10港元 到10月更是腰斩到了5港元 港媒调侃说 去年不可一世的阿里巴巴 现在只能用可怜巴巴来形容了 老天似乎决意 在原本应该喜气洋洋的2008年 考验中国人 他的方式很残酷 先是天降暴雪 继而地裂大风 2008年1月10日到31日 就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大半个中国从宁夏陕西到湖北 江苏等十多个省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雪 其中仅在湖北及安徽两省 就有超过800万人受灾 5万多人被紧急转移 暴雪的袭击 造成全国交通秩序的彻底紊乱 主要的铁路线 公路和机场等关键运输动脉断裂 广州和首都北京之间的铁路线被禁用 湖南的大冰雪冻住了136列火车 在临近的湖北省 约有十万人在一周时间里没有饮用税 南方电网多处发生崩溃性事件 停电遍及17个省份 数以十万计的工厂停产关闭 尤其令人绝望的是 此时正值最为繁忙的春月时节 每年通常在这期间 大约有1.8亿农民工返乡 大雪灾使得移民大省广东陷入空前的混乱 至少50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 2008年1月31日 广州火车站 一位女性旅客晕倒在人群中 众旅客将其抬高以接力的方式送进广场救治 512大地震后航派的应秀镇 已经很少有完整的建筑存在 就当人们刚刚从大雪灾里喘出一口气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在四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是八级强震 同时引发滑坡 崩塌 泥石流 燕色湖等严重次生灾害 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10万平方公里 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 374,643人受伤 17,923人失踪 直接经济损失达8000多亿元 512汶川大地震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 波及范围最广 造成灾害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 带给全民巨大的悲痛 同时也激发出强烈的援助热情 地震发生6小时后 5月12日晚8点 温家堡总理程机抵达都江艳势 此时强烈余震仍在发生之中 中央政府迅速组建庞大的救援指挥部 予以积极的救援 较之过往的自然灾害 中国政府此次的救援行动 无论在决策效率、动员能力 还是在高层的亲历亲为 以及灾情的信息披露上 都显示出巨大的进步 堪称1949年以来 中国政府应对自然灾难最为迅速的一次 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是 民间的NGO、非政府组织 在救援行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一百多家NGO成立了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 积极参与物资发放、灾后安置 受灾群众心理创伤修复等工作 数以万计的民众 包括企业家、影视明星及唱销书作家 自发驱车 前往灾区救援 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中写道 即使是中国的批评者也对中国对地震的迅速反应表示了钦佩 这场全国性的悲情宣泄 让人们不再相信中国缺乏公民精神这种观念 整个民族突然间意识到 在30年的经济繁荣中 他们改变了多少 以及一些改变是如何朝好的方向发展的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整 奥运会在北京如期举办 曾经的体操王子已经做了18年企业家的李宁从天而降 在一片欢呼声中点燃火炬 在经历了天崩地裂的全民悲痛之后 这个国家真的需要一场喜庆运动来提振一下 李宁从天而降点燃奥运竹火炬 在过去的几年里 北京是为筹备奥运会投资了2800亿元 其中64%用于基础建设 全世界的建筑师 特别是那些获得过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大神们 都在这座城市留下了自己的杰作 他们长得千奇百怪 有的像一个鸟巢 有的像半只蛋壳 还有的直接像一条巨人穿的大裤衩 他们建成的时候 与周边的东方环境格格不入 引起了不少老北京人的不满和嘲讽 但是久而久之 便成了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场体育社会举办了16天 中国以51枚金牌数据金牌榜手名 是奥运历史上 首个登上金牌榜榜手的亚洲国家 在后来的历史中 他常常被与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相提并论 被认为是国家崛起的象征 也就在奥运会结束的21天后 美国雷曼兄弟倒闭 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海啸扑面而至 中国政府急于应对 雷曼兄弟创建于1850年 是美国排名第四的投资银行 爆发于2007年年初的房地产次贷危机 到2008年中期后 终于开始动摇华尔街的低基 雷曼兄弟因投资次级抵押住房贷款产品不当 蒙受巨大损失 9月10日公布的财报显示 雷曼兄弟第二季度损失39亿美元 是他成立158年来单季度蒙受的最惨重损失 其股价较2007年年初的最高价 已经跌去95% 雷曼兄弟的故事是资产规模放大了上千倍的美国版的飞跃 围绕着是否出手拯救 美国政府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主张出手拯救 他打比方说 如果你有一位邻居喜欢在床上抽烟 一不小心引燃了自己的房子 你可能会说 我不会帮他报警 让他的房子自己烧去吧 反正不关我的事 但如果你的房子是用木头建成的 又位于他房子的隔壁 你该怎么办呢 再假如整个城市的房子都是用木头造的 你又该怎么办呢 而美国财长保尔森公开表示见死不救 他坚定地认为 大而不倒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现象 美联储没有担保债务或是注资的权利 美国财政部也不会出手 在发生挤兑的过程中 给一个分崩离析的投资银行贷款 是不会成功的 9月15日上午10点 由于所有钱在投资方均拒绝介入 雷曼兄弟向纽约南区美国破产法庭 申请破产保护 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当日 一名雇员拿着私人物品离开公司 也就在9月16日下午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 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屏幕上 用晨缓的语调宣布 央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由7.47%下调至7.20% 同时下调个人住房公基金贷款利率 仅仅在8天前的9月8日 郑伟曾两次拿过中国最高经济学奖 孙野芳经济科学论文奖的经济学家 还在公开场合宣称 中国政府不会下调利率 有记者观察到 一夜之间周小川满头白发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大拐弯 从9月16日到12月23日 央行连续5次降息 如果联想到上半年的四次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 其反复之迅猛和戏剧行为史上仅见 与此同时 投资的闸门随即大开 国家发改委不断给各地打电话 催促上报项目 很多积压了几年的报告都得到快速批复 发改委所在的月潭南街附近 所有打印店的生意突然一夜火爆 打印费上涨了四五倍 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年初 发改委一口气批复了28个城市的成轨规划 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 在此之前 国务院对申报发展地铁的城市 基本条件是地方财政收入在100亿元以上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 城区人口在300万以上 而在此次大放行中 申报条件大为降低 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 10月22日 财政部宣布 个人首次购买住房的 汽税税率下调到1% 并对个人买卖商品房赞免印花税 土地增值税 同时央行宣布 首次置业和普通改善型置业 贷款利率下限为基准利率的0.7倍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 此后 房产销售出现了 王石始料未及的反向拐点 12月 中央政府宣布对家电业实施紧急输血 推出家电下乡的财政就是计划 农民购买彩电冰箱 手机和洗衣机 按产品售价的13%给予补贴 最高补贴上限为电视机2000元 冰箱2500元 手机2000元和洗衣机1000元 两个月后 享受补贴的品类中又新增了摩托车 电脑 热水器和空调 在后来的三年里 全国共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18亿台 实现销售额5059亿元 累计共发放补贴达592亿元 这一政策大大缓解了家电业的库存压力 在另外一方面也延缓了落后产能淘汰的速度 几位农民在家电下乡亡点选购补贴大彩店 在2008年的最后两个月 中央政府好像一个繁忙的管道工 拧开了每一个可能被拧开的水阀 工信部部长李一中回忆了两个很生动的细节 12月25日 张德江副总理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三季台照马上发 我以为听错了 因为原来计划第二年人代会议后发 现在要求马上发 是因为总理下决心了 当时三季台照发放本身的条件已经成熟 三大运营商拿出2000亿 就可以拉动6000亿的投入 这对应对危机能起重大作用 再比如车市 汽车工业在二季度时出现了全行业亏损 12月初 总理给我打电话 说美国政府拿出几百亿美元 扶植三大汽车公司 德国政府奖励购买汽车 一辆车补贴5000马克 我们有什么办法拉动经济呢 经过各方酝酿后 我们提出1.6升排量以下购置税减半 决定这个政策的时候 财政部已经捉襟见肘 我记得和谢续人部长商量时 他说 一中你别再出主意了 我兜里没钱了 后来还是总理下了决心 政策在2009年春节前出台 赶上购车的高峰 到二月形势大为好转 汽车工业扭亏为盈 就在政府紧急应对之际 各个经济数据的恶化也开始呈现出来 2008年11月 中国进出口增速突然跳水 出口增速从上月的19.2%下降到负百分之2.2 进口增速从上月的15.7%下降到负百分之17.9 出口回落直接拉低工业增速 11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百分之5.4 比上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 升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下降百分之16 百分之12和百分之11 汽车产量为71.4万辆 下降百分之15.9 发电量下降百分之9.6 创出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最大阅度降幅 与老百姓相关的数据还有股市 上证宗旨 从上一年10月16日的6124.04点 跌到今年10月28日的1664点 累计下跌幅度达70% 为当年全球资本市场的雄王 简单算一下 2008年全国股民人均亏损13万元 11月底 中金公司研究部发布了一份预测 未来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 研究人员发明了一个日后的热词 宝巴 中金认为 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面临比1998年更严峻的挑战 当年的金融危机局限于亚洲 而本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直接发生在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 美国和欧洲 因此 政府将把经济较快平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 为了宝巴 GDP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维持在8%的水平之上 可能继续出台刺激政策 包括通过刺激购房需求 缓解开发商资金压力扶持房地产业 从此 宝巴成为一种朝野共识 根据专家们的测算 如果GDP增速降至6%或7% 经济发展的质量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进而牵涉到就业率 最终影响到社会稳定 用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话说 8%是中国经济的生命线 从年初的防止过热 到年中的宝巴生命线 可以清晰地看出 这一年宏观形势及政策的大转折 10月7日 胡润在惯常的时间里 发布了本年度的中国富豪榜 日后来看这份榜单会让人颇为唏嘘 它几乎是一张如假包换的失忆者名单 散发出来的失败气质 透露出了2008年的所有跌宕 排在第一名的是39岁的黄光玉 他拥有430亿元的财富 第二名是名不见经传的日照钢铁董事长杜霜华 第三名是房地产二代继承人 碧桂元的杨慧妍 他们三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6岁 紧随其后的是彭晓峰 刘永行 荣志健 张静东 施政荣 许荣茂和张志祥 就在这份榜单公布的一个多月后 首付黄光玉被警方拘捕 所涉罪名是股票内线交易和行贿官员 国美电器在港交所上市的股票应声中跌 从4港元多一路跌到1港元 作为中国最大的家电连锁零售商 国美有1300个门店 拥有员工30万人 年销售额近500亿元 上游供货工厂超过10万家 一旦因黄暗崩盘 将是一个不堪设想的局面 在过去的几年里 黄光玉一直过得恍恍惚惚 尽管还不到40岁 他的头发已经开始脱落 于是索性剃了一个清爽的大光头 家电连锁的业务经历10年发展 进入乏味的瓶颈期 2006年7月 国美以52.68亿的价格并购永乐家电 算是打下了久攻不下的上海市场 但是明白人都看得到 打并购意味着红利期的结束 江湖不再有好奇之事发生 有一个小小的意外是 一个叫刘强东的人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创办了京东网上商城 专门贩售3C产品 虽然在2007年只做了3.6亿元的生意 但是好像挺有起色 国美内部开了好几次闭门会 讨论是否也要实施网上业务 总是因为线上 线下价格的差异性而犹豫不决 黄光玉 黄光玉的兴趣开始转移 冯伦回忆说 有一次我们几个去吉林长白山看项目 包了一架私人飞机 在机上大家聊得不亦乐乎 只有黄光玉抱着一台电脑埋头 看期货区限 记者罗昌平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 黄光玉在这段时期除了涉足期货 还有一些说不太清楚的生意往来 发生在11月19日的拘捕 再过9天就是国美创业21周年的纪念日 是因为两个罪名 一是涉嫌内幕交易 一是官商勾结 证监会在媒体通报中称 2008年3月28日和4月28日 证监会对三联商社和中关村股票 异常交易行为立案稽查 调查中发现在涉及上市公司重组 资产置换等活动中 彭润投资有重大违法行为 涉及金额巨大 证监会已将有关证据移交公安部门 彭润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黄光玉 官商勾结部分则涉及一大批少壮派 潮汕其官员 重量级的有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油等人 中国企业家在长篇调查 决地潮商中详尽描述了黄光玉 伶俐的官商手法 立一链条深入政界之深之光 黄光玉之轰然倒下 在千里之外的潮汕平原 更像是那个本土商业群体 一道心理防线的坍塌 几乎就在黄光玉事发的同时 排名本年度富豪榜第二名的杜双华 也即将出局 他的日照钢铁面临裁员和被强行收购的困境 那是另外一种官商博弈的版本 杜双华早年是首钢冶金机械厂 劳动服务公司的一名职工 1987年创业 几经腾模于2003年创建日照钢铁 到2008年5月底 日照钢铁产量达到444.6万吨 完成产值189.4亿元 实现利税53.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了158.3% 268.1%和162.9% 进入夏季之后 随着国内外经济骤然走冷 钢铁业也遭遇寒流 而日照钢铁面临的困境则可谓天灾人祸 一时双至 9月亏损4亿元 10月予亏接近6亿元 就在此时 山东省政府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意见 日照大型钢铁基地 将成为山东钢铁工业区域布局调整的重点 按照上述意见 日照钢铁将成为国营山东钢铁的一部分 日照之所以被看中 除了有很好的制造能力 还因为它拥有条件优越的日照港 其海岸线具备30万吨级博位的条件 近几年 陆双华的大部分利润都投到了港口和船队建设上 据称投资额已达14.164亿美元 购买了三艘矿船 并在国内的大连 上海船厂和韩国的东方船厂等处 购买了12条矿船 为了执行整合的意见 地方政府采取了霹雳手段 据媒体报道 有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近来 当地银行奇刷刷 不再对日照钢铁提供更大贷款 这一景象 让人联想 其2004年的铁本钢铁事件 与那些充满了反叛精神的民营企业家不同 乖巧的杜双华选择了顺从 他出走日照 赴北京重新创业 2008年11月5日 山东钢铁集团与日照钢铁集团宣布 正式签署重组协议 排名第四和第八位的彭晓峰和施政荣 从事的是太阳能产业 他们的江西塞维和无锡尚德 分别在纽交所上市 在过去的几年里 受到国际市场多金贵价格暴涨 和国家新能源政策的刺激 太阳能产业在中国如野草疯涨 施政荣一度当上2005年的中国首富 彭晓峰的赛维在2007年6月上市时 更是创造了当时中国民企 在美国单一发行最大的IPO 首次公开募股记录 然而 也正是从2008年三季度开始 多金贵的价格 从每公斤500美元的历史高点陡然暴跌 三年后跌到50美元以下的水平 而此时正处巅峰的彭晓峰和施政荣 对自己的悲惨命运一无所知 另外一位马上要出局的富豪 是老资格的荣志健 他是这张榜单上年龄最大 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位 作为荣义人家族唯一的男兵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 荣志健就被父亲派往香港创业 2002年在福布斯的中国百名富豪榜上 他以70亿元的资产名列榜首 就在2008年胡润榜单发布的两周后 10月20日 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 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澳元累计目标 可赎回远期合约 因澳元大幅贬值而跌破锁定回价 目前引路的155亿港元亏损 这是港交索机油股公司 迄今亏损最大的一宗案例 2004年宏观调控之后 一向在香港发展的中信泰富 转身投入内地的钢铁产业 荣志健相继收购江因星城钢厂 新野钢 石家庄钢厂等企业的股权 并在铁矿 特钢这一产业链上倾注了大量的投入 同时 中信泰富于2006年3月购入 未处澳大利亚西部潜在的余60亿 敦此铁矿市开采权 后又收购合共17艘将要建造的船舶 为了配合产业布局 锁定公司在澳大利亚铁矿项目的开支成本 中信泰富与香港的银行签订了三份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 最大交易金额为94.4亿澳元 从历史数据看 自2007年之后 澳元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澳元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在0.87之上 然而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让国际汇率市场发生黑天鹅事件 澳元汇价自9月以来突然掉头大幅下滑 最低位处达0.65 中信泰富报现巨额亏损 危机爆发后 中信泰富的第一大股东央企中信集团出售护航 给予15亿美元的备用贷款 荣志健在10月20日的记者见面会上表示 自己对有关外汇衍生品的投资决定不知情 这是财务总监自作主张 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 但是市场的问责之声不绝于耳 2009年4月 荣志健在香港宣布辞职 中信泰富回归央企怀抱 熟悉企业史的读者 都对荣氏家族并不陌生 荣宗静 荣德生兄弟创业于1902年到1949年之前 这是一个纯粹的民营资本企业 与官营资本几乎没有任何瓜葛 荣氏子弟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 早在1934年 荣德生的大儿子 荣志健的大伯荣伟人就在一封信中说 政商合伴之事 在中国从未做好 且商人无政治能力侧应 必至全功尽弃 正是这种坚持 使得荣家在半个世纪里 尽管历经悲喜波澜 却很少有所谓的政商烦恼 而在最近的30年 荣家兴旺则走上了另外一条 迥异于家训的轨道 奇德奇失 莫中一世 在严格的意义上 任何一张关于中国富豪的榜单 都是有缺陷的 在这个非常规的市场经济国家里 并不是所有的财富都可以被摆在阳光下计算 在某一个神秘而阴暗的角落 存在着一份财富数额 更为惊人的隐形富豪名单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 可能永无见日的机会 这些财富的积累过程 充满了猎杀的血腥和时代的耻辱感 在构成者的身份中 比例最高的应该是两类人 一是权贵集团及其代理人 一是资本市场的围猎者 而他们之间又有着错综复杂的爱恨交集 2008年4月29日 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 这份名单中的一位成员 当着父母妻子的面 在北京家中坠楼而亡 据说他的资产多达200亿元 可以排到胡润富豪榜的第十名 这个人的名字在很长时间里 对公众而言是一个秘密 但是他的出战历史却很是悠久 如果你翻到激荡30年的1995年篇 会读到一位叫管金生的金融家的故事 在那年的三月 他带领的万国证券 发动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国债期货工房战 最终以完败而告终 与他对决的是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开 一家隶属于财政部的金融机构 然而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 中金开幕后的操盘小伙伴 始终躲在神秘的面纱背后 一直到整整20年后 他们的名字才在不同的场合下被一一曝光 其中有一度的上海首富周正义 四川首富刘汉 东北首富元宝景四兄弟 还有一位就是4月29日跳楼 10年27岁的魏东 魏东1991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 其副市该校会机系教授 可谓家学渊源 大学毕业后 魏东进入中金开 1994年创办北京永金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995年创办了上海永金实业有限公司 在著名的三二七国债期货案中 魏东与中金开并肩作战 获利颇丰 20世纪90年代后期 魏东抓住股权分制的特殊识点 通过转配股 法人股收让 配售新股等方式获利 在他们的圈子里 这被称为盲点套利 即只要你有资格参与游戏 就是一个瞎子也能赚到盆满钵满 至于如何获得游戏的入场券 便是神通所在 从1996年到2000年 魏东先后参与银河动力 新湖中宝 敏福发 391要 丝绸股份 首履股份 承治股份 和墨之华 等十余家公司的股权转让 及配售 进入新世纪 魏东转战公开市场 2002年1月 魏东收购长沙九支堂集团全部股权 进而间接控股上市公司九支堂 持有其60.74%的股份 九支堂是湖南最有名的药业品牌 拥有300多年的历史 但整体出售的价格不到1亿元 其中还包括 由于改制 需要买断1131名职工工名的钱 因此市场普遍认定明显的低估 此后 永金开始染指金融机构 2003年收购云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2005年收购成都证券 更名为国金证券 并将之在上海证交所上市 后来又入主千金要业 短短5年间 一举拥有三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构成为适用金系 在20多年里 魏东生活得像一个隐形人 他为人十分低调 生前从未接受媒体采访 意味在公开场合演讲 甚至很难找到一张照片 但是他的交际却比外人想象的要广泛的多 在八宝山公墓举办的追悼会上 陈列了数百个花圈 一度造成交通堵塞 魏东之死 在2008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引发一阵哀叹 记者们穷追猛蛙 想要发现他临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最终只是找到散落的一堆线头 有人说他接到了几个关键的电话 有人说他跳楼前还镇定的写完了 与任何人无关的遗书 确切的信息显示 他至少有两次被专案组传讯 在他去世后的6月8日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毅被双规 此任担任过博弈波的秘书 1992年就出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 是证券行业的老法师 媒体发现 真正理解王毅的是证券业的人 比如魏东 王毅在民营机构中培养最成功 过从甚密的大佬就是永金的魏东 魏东去世后被冠以最后的大佬 这既是美誉 却更可能是刻意的掩饰 只要江湖还在 那份名单就在 大佬便绝不可能绝技 首富被捕 荣家谢幕 故事大鳄坠楼 2008年的中国企业建论云飞渡 不过在这一年 最具象征性也最轰动的事件 却还不是这一些 它发生在9月的奶制品行业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全国民众记住了一个傲口的化学名词 三聚情案 并在其后的年份里 影响了人们对国货质量的信赖 中国奶制品业的提速扩张 出现在90年代中期之后 从1998年至2007年 中国人均牛奶消耗量从5.3公斤 提升至27.9公斤 乳液的工业生产总值 从120亿元增至1300亿元 成为食品行业中成长最快的领域 与国际乳液发展模式不同的是 我们走了一条人民战争的路线 极有企业把奶牛送给郊区农户 农户则用牛奶分期付款 最终获得奶牛所有权 这个模式的优点 是乳瓶企业无需支付奶牛养殖成本 无需支付牧场扩大时庞大的征地成本 却可依靠人民战争将奶源产量迅速放大 在全国首创这一奶牛下乡 牛奶进程模式的是1942年出生的田文华 他由奶牛接生源起步 数十年进银乳液 把一家生产和作舍发展 为华北最大的奶粉企业三路集团 连续11年蝉联全国行业第一 田文华成为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女企业家之一 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进入2005年之后 内蒙古地区的伊利 猛牛等乳液公司崛起 他们纷纷进入河北 与三路激烈争夺奶农 奶源由买方市场进入卖方市场 奶战与奶企的化石全异味 在实际运作中 三路事实上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严格监管奶战 与此同时 毕与熏心的奶战 在供应给乳厂的奶源中添加三聚勤案 这是一种无味的白色单斜晶体化学物质 分子式显示其含氮量高达66% 添加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牛奶 含氮量立即大幅上升 从而使其蛋白质含量虚高 后一正则是 婴儿使用了添加三聚勤案的奶粉后 将罹患肾结石病 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 早在2005年 中国奶业协会的专家就私下警告相关奶企公司 有公司业务人员跟奶战联合造假 保员奶中添加蛋白粉 水乳清粉等物质 对方顾左右而言它 之后 深圳奶业协会也曾委托中国奶协 以书面形式向猛牛 三禄等提出警告 意味或回应 这位专家当即意识到 乃起迟早会出大事 2007年12月 三禄集团集接到家属投诉 宣称食用三禄奶粉的婴儿患上了双肾 多发性结石和输尿管结石 病症 三禄集团火速展开危机公关 多方卧旋摆平此事 在不久后 国家质检总局对婴儿奶粉产品质量进行专项抽查 在公布的国内三十家具 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中 三禄集团列于首位 事件被曝光是在2008年的9月9日 上海东方早报顶着巨大的压力 在当天的头版头条发表记者简光周的新闻稿 甘肃14名婴儿童患肾病 以因喝三禄奶粉所致 将这一行业丑闻公知于事 并明确地点名三禄 这篇报道迅速引起全国愤怒 在上海的报刊亭里 看发此文的东方早报于每天一斤奶 强壮中国人的奶企广告并行而贴 充满了极度的讽刺 七天后的9月16日 国家质检总局 通报全国婴儿奶粉三具勤案含量抽检结果 被抽检的柏鱼加奶粉企业中 有22家企业 69批次产品均检出含量不同的三具勤案 三禄 伊利 猛牛 雅士利 圣元 南山等国内知名企业均未幸免 其中三禄集团的所有产品均检测出三具勤案 含量超出卫生部公布的人体耐受量40倍 令人发指 同日 66岁的田文华遭河北警方刑事拘留 两天后 中国香港的食品安全中心 相继在内地相关企业生产的雪糕、奶糖、蛋糕中检测出三具勤案 新加坡农业粮食与售医局 亦在从中国上海进口的大白兔奶糖中检测出三具勤案 漫画 田文华在寿室庭上流泪悔罪 毒奶粉蔓延为国际关注的恶性事件 9月22日 卫生部公布调查结果 因使用含三具勤案的奶粉 导致全国共29万多名婴儿出现泌尿系统异常 住院婴儿一万余人 官方确认六例婴儿死亡 同日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将引咎辞职 2009年2月 三陆集团破产 田文华被判无期徒刑 三具勤案事件 彻底摧毁了民众对国产奶粉的信心 在后来的十年里 去海外为自己的孩子购买奶粉 成为几乎所有中产家庭的负责任行为 在海淘商品中 奶粉一直名列前三 2013年3月 为限制抢购奶粉 香港特区甚至颁布奶粉限购法令 规定离开香港的16岁以上人士 每人每天不得携带超过两罐婴儿配方奶粉 为例者最高可被罚款50万港元 及监禁两年 很多年后回往2008年 它大概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史的一个转折时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全球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方式 麦克卢汉把事件描绘为一个地球村 乐观的托马斯 弗里德曼甚至认为 互联网将让世界变平 从1950年到2007年 全球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全球化神话的标本 可是 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让全球化的步伐戛然而止 从2008年开始 全球贸易陷入长期低迷 从此之后的十年间 通货紧缩的魔咒困扰各国领导人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张开了他的黑色翅膀 11月 美国诞生了第一位黑皮肤的总统奥巴马 他的竞选口号是改变 就是我们的信念 而至于奥巴马要改变什么 到他上任就职的时候还是一个谜 越是在艰难的时刻 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就越是矛盾 这个正在成长中的新巨人 看上去像是一个被问题纠缠的线团 有人担心 他会成为下一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同时也有人认为 他才是把世界拽出衰退深渊的救命绳子 经济学人在三月的一篇报道中抱怨说 怎么去描述现在中国对于商品的饥渴程度都不会显得夸张 中国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然而这些人口却如鸡四可地消耗着世界二分之一的猪肉 二分之一的水泥 三分之一的钢材 超过四分之一的铝材 自从2000年以来 中国已经吞噬了世界同材供应增加量的五分之四 然而这家杂志也承认在全球经济徘徊不前的今天 中国对于商品无止境的胃口是鼓舞人心的 石油的价格在节节攀升 其原因就是来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对于石油不断增长的需求 中国对于各种原材料需求的快速增长 则给务农者 开矿者和采油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金矿 而类似于牛市或者周期性高涨这样的描述词句 看上去已经不符合当前的情况了 所以银行家们自己发明了一个新词 超循环 如果说经济学人的观察是急警示的和充斥了西方的视角 那么也有人试图用更长远的制度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的30年 就在北京奥运会举办的一个月前 7月初98岁的罗纳德科斯 拿出自己一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 用于召开一次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研讨会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 因在产权理论上的开创性贡献 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科斯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然而他对这个东方国家的变革却充满了极大的好奇 早在1981年正是在他的鼓励下 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张武长回到香港 近距离的观察中国的改革 1988年 科斯在给中国经济学家盛宏的一封信中写道 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 将会极大的帮助我们改建和丰富 我们关于制度结构 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 7月的芝加哥论坛的主题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 科斯邀请了他的老朋友蒙戴尔、诺斯、福格尔等三位诺奖得主与会 北大的经济学家周其人教授 发表了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长篇演讲 张武长因官司在身 只能以论文的形式参与讨论 他后来以中国的经济制度为书名出版 科斯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 无疑是二战之后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 而且在未来的十多年内 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 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不过他也认为 中国的经济经验有其非常独特的地方 在经典经济学的意义上 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他进而提醒说 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缺乏思想市场 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在五天论坛的最后演讲环节 年迈的科斯深情地说 中国的奋斗便是人类的奋斗 我将长年祝福中国 罗纳德·科斯和他的变革中国 芝加哥会议之后 科斯一由未进 决议专注艺术 研究中国改革 据他的学术助理王宁回忆 当时老先生住芝加哥 我在凤凰城 相距两千多公里 我没写好一张 快递给老先生 他不用电脑 更没有电邮 老先生仔细审愿每一行 做修改和补充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电话中讨论文稿 我每一个月飞赴芝加哥 短住两三天 和老先生面对面交流 在寒暑假 则可多停留数日 我们从2008年下开始写作 一直持续到2011年年底 每一章都反复讨论修改 就在这段最后的写作期间 可思经历了丧气之痛 2012年年底 这部名为变革中国的著作出版 十个月后 102岁的可思去世 企业史人物 首善光标 汶川地震发生后 陈光标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企业家之一 他带领一支由120名操作手 和60台大型机械组成的救援队 驰援灾区 据报道 他亲自报 被派出200多人 救活14人 还向地震灾区捐赠款勿国一元 年底 他备受与全国抗震救灾英雄模范 并当选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 在后来的十年里 他一直以中国手善的形象出现 却因种种戏剧性行为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陈光标出生于江苏北部一个农村家庭 在他四岁的时候 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因为家庭极度贫困 先后饿死 1997年 29岁的陈光标创办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 他发明了一台跨世纪家庭CT 患者只要手握仪器的两个电极 就能在显示器上 直观地看到自己身体 哪个部位有疾病 2003年 他创办江苏黄浦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福布斯曾估计 陈光标的个人净资产为7.4亿美元 不过 他从来没有公布过黄浦再生的经营业绩 他应该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至少是一个竭力试图以慈善来自我呈现的人 从创业的第一年起 就有记录显示 他捐款帮助白血病患者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 每当有灾害性事件发生的时候 譬如2003年的非典 2004年的东南亚海啸 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汶川救援让他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 在中国社会 富人一直是一个贬义词 为富不仁杀富济贫这些成语均无前缀 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定义 改革开放以来 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一开始被称为爆发户 后来被叫做企业家 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以及他们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是一个没有被认真讨论并达成共识的命题 出身于赤贫家庭的陈光彪决意用行动 塑造一个现代企业家的公益形象 但是 他的一系列慈善行为 似乎让这个话题变得更加扑朔复杂 2010年1月 陈光彪用10万元人民币捆成一块墙砖 一面墙一共330块 共计3300万元 他宣称这是即将捐献的善款 后来的几年 他先后六次以这样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捐款决心 最多的一次动用了16吨人民币 2011年1月 陈光彪恢复台湾 进行行善感恩之旅 他到南投 桃园 花莲 高雄等地 在大马路上给贫困的台湾民众发现金红包 一时引起两岸极大的争议 2012年3月5日 是学雷锋纪念日 陈光彪专门拍了一组 神穿军大衣 头戴绿军帽 手持冲锋枪的照片 他曾对澎湃新闻的记者说 雷锋就是我心中的佛 我跟雷锋的最大的差距就是 我缺一个毛主席的提字 神穿军大衣 头戴绿军帽 手持冲锋枪的陈光彪 2014年1月 陈光彪宣布将出价10亿美元收购纽约时报 他撰文说 约时报的传统和作风 让他们很难对中国做出客观 公正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分析 倘若我们能收购他 则可以推动其风气发生改变 他专门飞到美国 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刊登广告 宣布将寻找1000名穷人及流浪汉 在纽约中央公园为他们提供午餐 并发放300美元的红包 回国后 陈光彪还飞到辽宁府顺 在雷锋目前献上纽约时报等外媒报纸 来向雷锋叔叔汇报美国之行的成果 在纽约期间 陈光彪还接受了来自 中国全球合作基金会颁发的一张表扬状 以联合国的名义 授予其世界首善的荣誉称号 很快 联合国的官方微博委婉辟谣 证书上的United Nation少写了表示复数的S 陈光彪似乎有自带喜感的表演天赋 每隔一段时间 他总能以出人意料的行动 引起人们褒贬不意的关注 2011年 陈光彪宣布为了倡导低碳生活 全家都已经改名 他改名为陈低碳 太太张婷改名张绿色 两个儿子分别改名陈环保陈环境 两年后 为了号召大家节约粮食和水电 春节 婚礼不放鞭炮 他又申请改名陈光盘 2016年 陈光彪成立天启元微商创付中心 宣布 要在两年内通过微商事业 培养100个亿元微商 1万个千万微商 10万个百万微商 我的品牌很大 跟着我做微商 发财的机会更大 也是在这一时期 采新周刊记者历时近一年 对陈光彪的商业和慈善事业进行了深度调查 在口书自传体高调的中国手上 陈光彪传义书中 陈光彪自称江苏黄埔再生公司 2009年营业收入是103亿元 净利润4.1亿元 而工商资料中的年检报告显示 从2003年到2010年 江苏黄埔的税后利润均为负数 2012年全年净利润18万元多 年末负债超过1亿元 2016年8月黄埔再生公司遭到警方突击检查 被搜出170美甲公章 陈光彪声称历年捐款额超过20亿元 然而这一数据一直备受质疑 精彩新周刊记者的调查 陈光彪捐资建学校几乎不存在 给官方慈善机构的捐赠 很多进行了重复计算 或者尤其自行执行 慈善机构拒绝为其出具发票备数 他多次直接发放现金的公开作秀 实质金额大量注水而且涉嫌违法募资 而他号称捐建的公共设施经查证 曾经或一直为其自用并牟利 对于财新周刊的指控 陈光彪宣称伪造公章事宜 之前对此毫不知情 他向法院起诉杂志 要求索赔100万元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 陈光彪一直被争议缠绕 迄今未歇 他的种种行善之举 看上去并无恶意 但一次次的混淆了人们对企业家慈善的认知 从议员前墙数度改名乃至去台湾和美国发红包 他让公共社会不但没有感受到慈善本意中的慈悲与舍得 反而从中体会到了金钱的恶俗和反现代性 在这个意义上 他的中国手善头衔 进一步加重了人们对企业家群体的误读 我看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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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成功 的 我看不成功